网约车订单抽成50%的根源在管制 大家好,我是银娟,欢迎来到银娟频道 下方原创股源来自微信公众号股老板 据新闻报道,一位记者发现 现在部分网约车平台抽成超过了4成 单程共计11.77公里,共支付车费40.2元 司机实收金额仅23元 政府为了平息舆论还针对这一行业进行了价格管制 但是聚合打车平台的出现导致一笔打车订单 往往要经过多个业务渠道 这就形成了多层抽拥 一位乘客打车订单结束时付98.11元 但蹊跷的是同一段行程 司机端却显示乘客付费71.46元 司机实收52.17元 中间凭空消失了26.65元 超过司机实收的一半 追问下去发现这个订单系第三方订单 乘客下单平台并非司机接单平台 转卖订单的平台收取费用为26.66元 乘运平台抽拥为19.29元 最后司机实收仅为乘客支付金额的53% 网页车抽拥越来越高 原因非常简单 就是市场被严重干预的结果 导致行业严重分散化 效率变低了 整治货运平台企业要求中介费降低 来自于司机的控诉 平台干了什么 凭什么抽这么多钱 司机们忽略了通过小货运中介 找来的业务抽拥远高于平台 2000块的单 他们放出来可能只有一千 小货运中介经常连佣金都不说 直接就说这个价你要不要 货车司机甚至都不知道货主的价格是什么 滴滴货拉拉等运输中介企业 是通过互联网平台把中介费用的价格打下了很多 平台规模大 毛利率可以低一点 但总量高 很多司机认为 20%到30%的佣金都高了 但滴滴实际上处于亏损状态 因为实际抽拥没有达到这么高标准 他还有各种奖励 这些奖励也是来源于抽的佣金 巡游出租车最痛苦的是 他们要不停的找客户 滴滴就是通过奖励司机的模式 形成了网约车市场 让任何人随时可以打到车 让每个司机减少空价率 他在其中抽取的佣金是合理的 如果滴滴一家独大 加入滴滴的司机可承接的单量会更多 一个滴滴司机送客人到了某地 这一地如果有一个客人也要打车 都在滴滴平台上 那么滴滴的效率就更高 如果分散成不同的平台 效率就变低了 滴滴有几年时间一直扩张受限 人们认为没有滴滴也会有别家 结果是一堆小企业跑进来 各家玩聚合营销 为什么需要聚合 是因为单量少 一个极度分散的市场 价格最贵 能把价格打下来的只有规模市场 一个产品放在每一家这种街边零售 电卖起码零售毛利要达到20% 很多都得达到30%以上才能有利润 但同样的产品放在直播间里 毛利10%都没有 你有规模才可能把毛利率降下来 很多人质疑美团 滴滴毛利率高 但是一单二三十块的产品 毛利20%几 不是很正常吗 如果你把美团当做你的代销员 你说你卖我卖20块钱的饭 我给你4块钱 同时你还得帮我找人配送 这很高吗 不信你试一试 你在大街上找人卖饭 4块一份 还得帮你找好配送 及时送达 你能找到人干吗 别人会说你疯了吧 你先给我保底工资吧 如果不限制平台发展 抽拥率只会下调 因为真正决定价格的不是竞争者的数量 而是效率 效率低 商家再多也不会便宜 它成本摆在那里 怎么可能亏损卖给你 而效率高才会追求市场的扩张 不断降价 规模越大越有降价的动力 历史上所有的价格战都是追求规模 追求市场占有率的企业发动的 而不是什么小企业发动的 正是司机们天天认为滴滴抽拥过高 导致各种价格管制 各种舆论压力 最后中国网约车市场现在呈现出分散化的特点 最终导致佣金越来越高 我只能说司机们天天骂佣金高 要求管制 就是这个结果 自作自受吧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